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我是Jerry 今天视频会做云吞面 云吞面是源自于广州 因为今天做云吞面的工序比较多 废话不多说 现在直接开始 首先要做云吞汤 云吞汤的材料包括 猪骨、大地鱼、蝦殼、金华火腿、蝦子、白胡椒粒和螺汉果 最重要的是大地鱼 大地鱼市面有分两种 一种会比较白 一种会比较红 一种会比较红 像我手上的一种 油和沙的 这种会比较红 油分会比较高 肉也比较厚 通常做云吞面 就会比较多 这种有700克的猪骨 一种会加薑和酒 再加水 另外这种有100克的虾干磕 除了用虾干磕 你们也可以用虾干磕 或者用新鲜虾的虾干磕 去做 这种虾干磕 我会先烘干磕 云吞汤也有虾子 金华火腿有50克 另外我会有白胡椒 和浪汉果 好了 现在就开始做一个云吞汤 第一件事 就是把猪骨洗干净 放猪骨进锅 加水 加姜片 然后就飞水 飞水的时间 就是15分钟 好了 现在就由得那些猪骨 煮 煮15分钟 一定要把猪骨的血水 尽量飞走 不然的话 你的云吞汤出来 不够清 不够清 大地鱼 用之前 大家记得拿一块 湿毛巾 抹干净表面 随便拆掉灰尘 就可以了 大地鱼 那些鱼肉 擦出来 放在旁备用 这个大地鱼的鱼肉 一间 就用来包鸡饭 用 自己做出来的大地鱼粉 和外面买 的味道 鲜味 是差很远的 如果你想来的鱼饭 好吃点 我就建议大家 自己做这个大地鱼粉 煮汤的话 主要就是鱼骨 鱼头 这些也可以 另外 将一汤匙的白胡椒粒 打碎 不需要磨成分 打碎 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这些猪骨 飞完水了 飞完水的猪骨 记得 用水清洗一下 尽量把鱼骨 尽量把表面的杂质 洗走 现在 现在洗完猪骨 我将猪骨 放入锅中煮 另外 金牙火 也可以放入 现在猪骨 煮得正好 我会用大地鱼 烤至香 鱼鱼 要烤多久 烤至香味 出来了 不要烤焦 有些黑的 没问题 不要烤至焦了 如果烤得太焦 煮鱼的时候 会有苦味 就会出来 好了 我现在就准备烤鱼 先开火 建议中大火 不要太大火 慢慢烤 你会闻到很大股香味 如果你不想用烤的方法 你可以放入烤炉烤 又或者用火槍去烤 也没问题 现在鱼鱼 就差不多烤完了 烤黑它也是 不要烤焦了 就可以了 鱼鱼烤好 我先放一放 让它冷凉 现在处理虾干 虾壳烤焦 烤焦香 我开中火 把虾壳烤焦 可以烤焦 注意不要烤焦 要出了香味就可以了 这样烤完之后 煮出来的汤 就不会有腥味 最后 我把胡椒粒 让它出味 烤一烤闻到的味 就可以了 烤焦 煮了应该有20分钟 刚才烤焦 已经烤了20分钟 你看到 颜色的颜色都很清晰 如果刚才飞水飞得好 那汤基本上很清晰 不要沸腾 不要带沸腾 用火去烤焦 就可以了 好了 拌完一大轮之后 你们看完了 还想不想做 只做个汤底 烂又不是烂 就是多烤焦 这里我准备一个汤袋 烤完之后就是这样 把大地鱼 撕开 放进去 虾壳 倒进去 小心不要倒到到处 白胡椒 现在 全部的材料都放进去 好了 最后一步 就是把汤底放进去煮 焦火 千万不要滚 你一滚的话 就会煮熟 煮熟 煮熟 最少三个小时以上 蝦子和螺汗果 最后才放进去 螺汗果的作用 就是因为大地鱼烤过来 烤过来 烤过来 就会比较热 所以就会加入螺汗果 中和 好了 现在回来了 煮熟了差不多 有两个小时 我现在就会放螺汗果 就不用加整个了 我会放大约四分一 五分一个 四分一个 左右 就可以了 如果有些浮沫 走出来 记得撇走它 水少了的话 可以加一点水 你要的汤食够清 在开始制作这个云吞之前 我首先要把刚才的大地鱼 炸香 你不炸它 它不够香 所以一定要炸 大块的 早点放 有些小块的 再放 我现在手上都有些白芝麻 白芝麻的作用 就是吸水和增加香味 我现在就开个盆 小火 轻轻烘一烘芝麻 就行了 记得有白芝麻 不用烘到黑了 有香味 小小开始变啡 才不肥祖 就可以了 然后 下了 就把它混出 然后把芝麻 放入יבu 放入大底厚 它 çokbell loes 将成为 白芝麻 放入 糖 不 Practice novak 一面 还是 振 是豬肉,其餘是蝦,有些是七三比例,有些是一半蝦,一半肥瘦豬肉 按大家的口味去包,我今天會做七三比例 我用急凍蝦,建議買海蝦,我這個不是,我買錯了,不是海蝦 如果我自己做的話,建議用海蝦,因為海蝦的口感是好吃很多 很多店都會用海蝦去做,亦都會用急凍的,不一定是新鮮蝦 沖水四五分鐘左右,基本上就會解凍 蝦洗一洗,可以加點鹽,沖一沖 包雲吞之前,還有一樣東西我們要的,就是剛才炸的大地魚,要把它磨成粉 不用說去到粉狀,碎完就可以了,讓它有些口感,包入雲吞裡的時候 現在就開始包雲吞了,所需要的材料就是蝦仁,豬肉,另外就是芝麻粉,大地魚粉,鴨蛋一隻 雞粉,白胡椒,糖和鹽去調味,另外我還會加一點蝦子粉 才可以把飯吃東西進去,現在把蝦仁弄去放 好,現在我首先是把蝦仁掛掉,蝦仁少大概300克,豬肉區別地方 大地魚粉,便這時間多大地魚粉,只要2茶匙大地魚粉 大地魚粉,雁麻粉 1茶匙 mínimo 再加內目,大甘肌肉 sollte,鉄鸭蛋 我是只把我喜歡用雞蛋也可以,無所謂的 調味的,白胡椒,半茶匙ARWQ 中葉有次要放大材料,雞粉給它加3分 of 1茶匙 我不會加太多,鹽大約1茶匙,原來還有糖1茶匙 lieber 少一點,不用太多 我都再加些蝦子粉 蝦子粉一大茶匙 然後再加少許芝麻油 一茶匙左右 然後我現在就會開始攪勻 現在將醃料攪勻 攪拌至全膠 這樣才好包 攪拌至黏一塊塊 大概兩分鐘左右 所以我包得這麼辛苦 你又怎可以給我一個讚 下面那邊按 麻煩大家 大概這樣就可以了 加一點魚粉 加多一點 要按自己口味加 喜歡就加多一點 雲吞皮我就不做了 粉麵當我就是了 五包雲吞 記得買一個這樣的粥 這樣就容易包一點 燒賣雲吞也是 好像要散出來 好像很醜 算了 不是熟手技工 那雲吞包完之後 你不需要馬上吃 你可以第二天才吃 這樣那些雲吞 醃的味道就會更入味 如果包太多 那你就放急凍 都是 我發現最近都有人問 包多了 怎樣 做多了怎樣 那些東西 你就放急凍 咖喱做多了怎樣 放急凍 魚蛋做多了怎樣 放急凍 不用了 不用了 當然 不能去 欺騙你 你看 雲吞 終於包好了 雖然包得很噁心 現在就可以開始去煮雲吞麵了 聞聞 我吃的 好了 湯就煮了 大概三四個小時 最後呢 我就放蝦子進去 就可以了 加完蝦子之後 我現在就要調味 調味了 大家就自己跟著自己的鹹味去做 我先放一茶匙 一個小茶匙的雞粉 先調味 另外呢 就加少許胡椒粉 加少許鹽 加少許鹽 記得不要大火 如果大火的話 整個湯底就會很熟 保持在八十度到九十度 嗯 可以了 適合了 加少許胡椒 即是證明我的白胡椒 加得還未夠 還可以加多一點 粗麵和右麵 粗麵就建議 拌麵多一點 不過我平時就喜歡用右麵 因為我向來都很喜歡吃右麵 那這個就是粗麵 同一種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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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鹹水麵 綠的時候 養一養散它 扔下去 煮它 可能十秒左右 就可以了 千萬不要煮太久 因為這些麵很幼 尤其是右麵 你一煮久了 它就會變得很軟 那些雲吞比較細小 我就煮五隻 好 最後呢 加多一點蠔油在旁邊 雲吞蝦子撈麵 完成 完成 行不行 差不多 這個 拍得應該是最像樣的一個 來的 九成還原 和餐廳那些沒有分別 怎樣 有沒有人要吃 建議 如果有豬油 就要加少許豬油 在麵裡拌一拌 我家沒有豬油 就加少許麻油 就算了 大家記得 雲吞湯的火候很重要 千萬不要帶火 你要是用蒙火 慢慢煮 你要它看下去 是清透的 像我這個影片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雲吞湯 吃麵 麵乾了 加點湯 加少許豬油 粗麵拌 是好吃很多 右麵拌 反而很鹹 你用綠原麵的鹹水 綠一些菜 青綠很多 漂亮很多 你用鹹水煮出來 漂亮多少 對不對 好了 最後再煮一次的雲吞麵 一碗 大約四粒 放進去 浮上來 我會等它大概 半分鐘左右 這樣就可以了 另外, 準備一個碗 把狗黃放進去 我會放半茶匙豬油 進去 如果沒有豬油 就用芝麻油 或者你可以用炸過大地魚的油 也可以 少許就可以了 不用多 這裡我都提醒大家 雲吞 千萬不要煮太久 煮太久 它的皮會軟 就不好吃 煮到差不多 這樣就可以了 雲吞 拿出來 放進碗裡 弄鬆它 放進去 烤一下就可以了 就大概10秒 我這裡不切了 你們自己可以看看 放進去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 拿些冷水 過一過河 讓麵收縮 緊一點 有個彈性 好的 麵就可以了 然後 把麵放進熱水裡 吃火 熱一下 這樣就可以了 拿上來 不要再煮了 一煮就會很軟 因為這些油麵是很快軟的 所以平時吃雲吞麵 我通常都是即時吃麵 放進碗裡 這個碗裡 放進碗裡 加一些 做好的雲吞湯 這個雲吞麵就完成了 好了,這個雲吞麵就完成了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影片 記得點讚 訂閱給我 支持一下 我又要吃麵了 再見 拜拜